高雄一間私立高中的學生 因為亂丟垃圾被老師當眾訓斥 但這位學生啊不但翻桌 還向老師嗆聲 就連一旁的同學也鼓噪 要兩方打架 離譜的行徑PO上網路 引發網友的撻伐 像個像到一半 老師突然走到教室後方 和同學爆發 口角衝突 原來是因為同學亂丟垃圾 老師要他撿起來 但是對方卻不願意 老師一氣之下 把整個垃圾桶打翻在地上 旁邊的學生看到老師發飆 先是安靜的幾秒鐘 接著開始起哄大鬧 有些人甚至還對老師罵髒話 我那XX啊 兩方僵持不下 最後丟垃圾的學生 直接翻車還向老師嗆聲 而一旁的同學 竟然還在嬉笑怒罵 他倒數一次的吧 他這樣撿他 我這樣撿他 不行你不要撿他 我都不在學啊 事發地點就在高雄的一家私立高中 拍攝的同學把影片放上網 原本想像網友控訴 老師竟然在課堂上發飆 不過學生的離譜行徑 卻反而被罵到臭頭 還有不少人感嘆 現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記得宋德威 李思賢 高雄報導